《武侠遊戲》相信是許多人的童年回憶 而講到武侠遊戲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可能是《仙劍奇俠傳》 《玄圓劍》《金庸奇俠傳》 或是《新仙劍奇俠傳》 不過以前的武侠遊戲大多都是回合制的RPG類型 儘管有著在當時看起來很華麗的武功特效演示 卻依舊少了一份看小說與電視劇時 那種刀光劍影微快不破的武功對決 而就在2002年台灣的育拳國際軟體開發公司 發行了一款震驚全華人的武侠劇作 流星蝴蝶劍Net 欸...這什麼啦 我站起來了啊 欸...我會贏了欸 你有過這些網路對戰卻因為連線品質差而輸掉本該贏的對局嗎? 這時候你就需要最穩定的流暢連線 Surfshark VPN Surfshark VPN在全球100個國家設置了超過3200的伺服器 讓你不認在哪端能享有最好的網路連線品質 即使遇到日本、美國甚至是歐洲地區的對手 都不再受那個領域的干擾 從受嚴史影響被笑菜雞直接進成流暢連段的高手 透過Surfshark VPN還能夠無限制地跨去觀看 有區域限制的網站及影片 它能夠隱藏你的網路IP位置 不僅可以防止你的各自被洩漏 還能不留下任何瀏覽紀錄 一鍵開啟簡單又迅速 只需三萬一個賬號就能在多個平台上使用 手機、PC、遊戲機甚至是智慧電視都能同時共享 無論是遊戲對戰還是觀看比賽直播 Surfshark VPN都是你最佳的夥伴 另外輸入我們的折扣碼GTTT 還能享有專屬優惠折扣 另外再多收你3個月免費使用集 還提供3天免費退款保證 期間內有任何不滿意都能全額退款 趕緊到下方資訊欄點擊連結訂購吧 《遊戲蝴蝶劍》是一款以古龍的著名小說 為原型製作的武俠動作遊戲 與其他武俠RPG不同 《遊戲蝴蝶劍》採用動作格鬥遊戲的方式進行 為什麼我說格鬥呢? 因為這款遊戲需要跟格鬥遊戲一樣 輸入指令來使用必殺技 而且有多達12種的武器可以選擇 每種武器、玩法都獨具特色 而且只要輸入特定的指令 就能打出華麗的連續技 也能因應不同的戰況選出最適合的武器影戰 遊戲的畫面也讓得非常驚豔 因為早期的武俠RPG人物 都是以比較Q版的畫風呈現 要不然就是以8bit的格子人 《遊戲蝴蝶劍》不僅以正常的比例呈現人物 而且畫風也非常到位 除了那頭綠色的頭髮之外 再加上爽快的打擊感與流暢迅速的人物移動 甚至能隨意的展現飛簷走壁的輕功 相信在當時不僅僅是武俠遊戲玩家 只要是第一次看到流星蝴蝶劍畫面的人 肯定都相當震撼 遊戲的配樂也十分優秀 不僅好聽也非常符合各個關卡的氛圍 讓整體遊戲增添了不少帶入感 不過遊戲的劇情並沒有依照原著小說下去製作 而是套用了小說中的人物設定 原創了一段主角《夢星魂》的特別暗殺任務 《夢星魂》是流星蝴蝶劍的男主角 從小與其他三名孤兒同時被名為高激貧的女人收養 多年後高老大開了一間名為快活林的祭宴 而《夢星魂》等人則被他培育成頂尖殺手 被地理執行暗殺的委託 故事發生在《夢星魂》貼到了高老大所指派的秘密任務 目標是殺死兩大江湖幫派之一 萬鵬王旗下十二非鵬幫的分舵組 紫鈴金刀泛璇 第一關的介紹寫著 為了不打草金蛇 所以先從岩柳島上潛入 我就問你是要去殺一條住在火山上的龍嗎? 進遊戲後果然四周都是岩漿 我小時候一直在想 這個鬼地方到底為什麼會需要人看守 還兩個? 算了 不管了 一開始前面有兩個箱子 鐵箱在遊戲中都是裝武器 木箱是裝BUFF的道具 這關能拿到一個飛盤 優出去會自動回到手上 屬於暗器 我就問你手走國光你? 小時候我都會先在上面用飛盤殺死一個人 再下去跟另一個人單挑 不過我已經長大了 去去兩個鯊魚 簡單啦 下面還有一個箱子是放匕首的 筒子都是放包子吃了可以回血 不過也會出現綠色的毒包子 吃了會中毒 持續扣血一段時間 另外我這邊只能找到玩家改過的版本 原本遊戲是不會出現左邊Hits的連段數的 武器能接的招式與數值也跟小時候玩的不一樣 比方像是匕首的前前弓被改成不能轉兩次 不過這版並沒有魔改太多 基本上和小時候玩的差不多 簡單解決掉兩個人之後來到第二關 這關有三名拿長槍的哨兵 因為匕首完全不適合奪人混戰 而且電腦壞沒血就會滑之彎 以前的我都只敢躲在柱子上 用飛雕射到只剩下一人再下去打 不過這版匕首的改動讓空中下弓 可以接後前弓 再取消前前弓然後回到空中下弓 無限路 讓這關的難度降低不少 只要運氣好一點 不讓敵人跑掉就能足以擊破 關於柱子上四個不同顏色的靈性方塊 對應著風靈火山是個屬性 能給予武器不同的數值 綠色是平均型默認的數值 而紅色則會增加攻擊力 不過防禦力以速度下降 白色則是增加防禦力 另外兩項數值下降 藍色就是增加速度攻防下降 小時候的我都以為單純只是改變外觀 所以大部分的武器都選藍色 難怪以前都覺得電腦的血很厚吧 第三關一線天 這關開始出現了不一樣的玩法 截標模式 取得標物並帶回自己的領地就能得分 而且在劇情模式中 因為目標犯犬有收集珍寶的興趣 不過他身性多疑 只有取得死信物才能假扮成古董商接近他 但是這關不僅有的土匪會跟我們爭搶標物 還有一個會從山下推弱石下來砸人 長得像殭屍一樣的殺手、野毛子 也會參與爭奪 床關的路上還有官兵把手可謂是危機四伏 這關我記得小時候卡了很久 因為敵人很多 而且還有拿火槍的小兵騷擾 很煩 還記得如果殺死野毛子時 他是拿雙刺的話 可以撿他的雙刺 從山牙直接跳進關卡裡 這樣就能解決掉躲在裡面的兩個火槍兵 不過現在看起來直接闖關簡單多了 成功取得信物並開啟機關突破後 在過場動畫中可以看到一個身形魁梧的大汗 預示了孟心魂行蹟敗露並且被監視著 到了下一關已經划成 我們的女主角仁彥終於登場了 不過這個服裝打扮就算是在現代也算非常開放 更何況是武俠人的時空背景 根本會被當作倉妓或霧狂的等級了吧 真的是有夠讚 仁彥的原型應該就是參考原著的女主角孫蝶 不過就有所知 仁彥與孫蝶的差異很大就是了 也不是指胸部的部分 仁彥被三名大鬍子官兵包圍 持出陰入本 而我們這種大俠看到三個落塞虎大汗 想欺負一名妙齡女子 當然是加入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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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按下ESC 再按取消 人物就能動了 這時候就可以偷襲正在講話的AI 他們講完對話之前都不會動也不會防禦 可以在劇情講完前輸出大量傷害 玩到現在 終於有敵人使出反擊了 玩家可以按下F鍵 花費半條氣使出反擊系統 發動反擊的時候 人物會稍微跳起呈現無敵狀態 並向四周散發氣場 彈開敵人 聽起來有沒有很噁手啊? 沒有錯 Buster 這就是爆吧啊 ARC表示內行 在打到只剩一人的時候 AI就又會花之丸 追擊的路上會再遇到殭屍殺手 葉毛子 從他死掉時的台詞可以知道 他是受人指使刻意來阻擾我們的 而從仁彥與骨頭王強的對話中可以得知 他成了我們的戴罪羔羊 這樣看來 幫渣好像也是應該的 解決骨頭與關兵後來到下一關 嗜血城 原本打算靠信物假扮成古董商的夢新聞 在排隊準備過關的途中看到仁彥已經被逮捕了 十足應有本 自己的衛裝也被釋破 只能強行闖關通過了 這關又是不一樣的遊戲模式 護城 這也是我小時候最常玩的模式 只要擊破敵方的城門就能獲得勝利 不過只要城門還沒被攻破 都能無限次數的復活 不過這個復活機制在劇情模式中被拔掉了 而且敵人的人數相當多 要正面攻破是非常有難度的 好在老玩家知道 由於這個遊戲的AI非常笨 只要跳進城門的柵欄裡 AI就跟看不到你一樣 任由你破壞柵欄 這個遊戲的漏洞也讓這一關 瞬間變成全遊戲最簡單的一關 順利闖關後 終於來到敵人的大本營 飛鴻堡 從過場動畫中可以看到 仁彥已經被抓入飛鴻堡中審問 此處應有本 而此時助手的幫派坦主 則是12飛鴻之一的 孝雲鵬 孝鞍 由於之前引發了多次騷動 敵人也有所防廢 這關要面臨1打7的局面 小時候總是會在這裡卡關 不過這關有個隱藏要素 只要先到地下室與左右護法戰鬥 並且沒達到血量低於80之後 就會出現一名名為 無敏的AI隊友 這個AI據說是無限血量 直到我們擊殺其中一位護法才會消失 所以在成功觸發無敏加入戰局後 先回到一樓解決掉4名守衛 再去擊殺左右護法才是最簡單安全的打法 而他只會說一個字 那 雖然現在看著感覺超俗 不過也給我一種回到小時候的氛圍 從對話中可以得知 蕭安似乎早就知道夢醒昏回來 而且背後還醞釀著未知的隱情 蕭安在血量低於一定程度之後 就會開始逃跑 我當然是不會放過他 不過如果放讓他逃到一樓沉穩 他就會自己離開戰場 不論是殺死他還是讓他逃走都不影響劇情 過場動畫都會是夢醒魂殺死蕭安 而冷焰則被綁在角落 此處已經XX好了 我鬧了 夢醒魂收起匕首後便轉頭離去 來到了我小時候覺得最難的一關 黃天成 范璇得知蕭安的死十分氣憤 也知道了夢醒魂是來殺自己的 命令另一位十二非同幫的壇主 土大鵬 土成來嚴守黃天成保護自己 並且是要拿下夢醒魂問出幕後主持者的身份 這關的敵人非常多而且兵器也不好取得 其中的無名殺手讓小時候的我一直以為他就是上一關的無名 現在看起來不是 順便提一下 這個人物是小和 應該是跟夢醒魂一樣同為快活靈的殺手之一 在這裡居然變成十二非紅幫的人 笑死 解決除了土成與無名殺手之外的敵人後 還會出現兩個謀面龍 總共要面對八個敵人 為什麼是八個呢? 因為范璇在見到夢醒魂之後就會進入劇情 土成會讓范璇先走自己躲下來攔住夢醒魂 范璇就會離開戰場跑掉了 擊殺所有敵人後 夢醒魂上樓追擊范璇 卻發現范璇已經死在了閣樓 而沒死後的土成從身後用暗器偷襲 並且啟動機關讓夢醒魂跌入了陷阱中 醒來後夢醒魂發現自己在一間密室裡 而眼前的人正是偷襲自己的土成 旁邊則是全身發抖的人面 兩人都身中其毒 土成丟下一個紅藥品 是以兩人自家殘殺爭奪解藥後就離開了 這關非常麻煩 我們必須自己除火之外 還要確保人眼也不死 地板會隨著時間慢慢剝落 最後只會剩下中間一個小小的方格與鎖鏈能當落腳點 脫過三分多鐘後才能獲勝 人眼的血並沒有特別多 如果想用攻擊壓制很有可能直接打死他 只能在鐵鏈上用標籤置 並且盡量遠離人眼 不然他很可能因為出招讓自己摔下去 從對戰的對話中得知 人眼也是一名殺手 而且還很嘴炮 被抓了四次後還這麼囂張的自稱殺手 不過夢星魂很有風度的 並沒有要與人眼爭奪解藥的意思 還示意對方先服用 人眼隨後停止了攻擊 放下解藥後 緩緩後退 當夢星魂意識到人眼的意圖時 已經太晚了 看著人眼自己碎入深淵 夢星魂抓起解藥 隨著人眼一同跳入了黑暗 終於來到了最後一關 煉鐵獄 風星魂來到一個滿是絲臭味的大經理 看到人眼的身影後本想去營救 卻被屠城攔住了去路 這關屠城的血量有1000 而且我們還會一直處於中毒的狀態 如果只是這樣也還好 但是屠城在血量低於一定程度之後 還會滑之丸 對 又是滑之丸 這裡沒有江湖規矩 單挑這一條 打不贏就滑之丸 有空沒品 而且這四個夢魂還會無限復活 超級難打 不過這關也有隱藏要素 只要時間接近只剩10分鐘 並且血量低於50 就會觸發隱藏劇情 屠城這個時候會告訴夢星魂 整件事情的真相 原來委託高老大派殺手去殺 泛玄的人就是屠城 人眼也是他匿名委託的殺手之一 目標是殺死身為分舵主的泛玄 並嫁禍給夢星魂或人眼 讓自己有機會坐上分舵主之位 過程中還順便的解決競勝對手 孝安 屠城很欣賞夢星魂的武藝 邀請他成為自己的手下 夢星魂當然不會答應 直接爆氣變成超級賽亞人 血量也全部不滿 並且變成999還加了一堆buff 不過屠城也會上buff 其實我覺得沒出發劇情還比較好打 在殺死屠城後 夢星魂抱起冷焰一同離開了練鐵域 來到了五爪峰 夢星魂將冷焰安置在涼亭休息 並且留下解藥後就自己離開了 冷焰毒氣的丟掉解藥 並且回想起兩人的經歷 不禁低下了頭獨自哭泣 從回憶中我們可以看到 在飛棚堡時 夢星魂是有幫助冷焰脫逃的 而夢星魂則在途中不知倒地 一隻蝴蝶飛過兩人身邊 夢星魂再度站了起來 繼續啟程快活營 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小時候還一直以為會有接下來的劇情 不過不管破了幾次 都還是沒有隱藏關卡出現 在後續遊戲更新的新人物 綠香川與新武器忍到後 依舊沒有出現新的關卡 而遊戲也因為當年盜版泛濫的關係 經營不善最終停止了營運 儘管後續還有推出一些精神續作 但總是會出現許多問題 導致沒能順利營運 至今我們都還沒能看到 《流星蝴蝶劍2》的問世 不過由於是開放結局 也讓許多等不到二代的玩家 制製了多款同仁作品 其中《流星蝴蝶劍》後傳廣受好評 也算是圓了老玩家心中的遺憾 《流星蝴蝶劍》雖然沒有傳統武侠遊戲的感恩豐富劇情 但靠著獨特又前衛的遊戲系統 在武侠遊戲歷史上寫下了精彩的一頁 當年在網咖也能看到許多人在區域連線中鄙視過招 而且大家都會很有風度的使用遊戲內建的對話功能 請求對戰 過招結束了也會給予承浪了 佩服 過獎了 等友善的互動 想當年不論是大家一起在四方陣中大亂鬥 偷看人怨內褲 在威震八方中與各路高手過招偷看鳳凰內褲 又或是把血調成一滴 直接變成CS狙擊場 和欣賞高老大的靠盆內褲 都是我們有心玩家永遠不會忘記的美好回憶 當我再次爬上小時候很常爬的 毒牙陣空中地板BUG時 還能稍微感受當年第一次成功站上去的喜悅 如今連熱力鐵都消失 空一人的威震八方 只能在智覺陣中叫電腦王護城 或是在四方陣中與電腦對戰 心中滿是落寞與孤獨 在現今的遊戲產業環境 我們或許沒辦法再看到當年武俠遊戲的輝煌 不過流星蝴蝶劍曾帶給我們的那份熱血與感動 會刻骨鳴心地長存在我們的記憶中 這裡是遊戲創感號 我是透露 我們下部影片見 See you next time